嘿,大家好,我是滑雪大学的Rufus 今天还真的收看的是我们滑雪安全视频的下半部分 在这个系列视频里面,我们总结了五个关于滑雪 特别是在滑雪公园里面怎样避免受伤的安全经验和注意事项 在视频的上半部分,上一个视频,我们讲了前三个注意事项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来观看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下面的两个注意事项 对于任何运动来说,热身都是防止受伤的重要一步 在公园里面热身的话,除了让身体热起来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看一看每一个跳台和道具的大小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到一个公园 我们强烈建议你在第一圈不要去玩任何的东西 因为在起跳前是很难看清一个跳台或者道具真正的大小的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从坡的侧面划过来看看坡的大小和Landing的情况 就算你已经对这个公园非常熟悉了,每天的第一圈还是要格外小心 因为每一个公园里面每一个跳台或者道具都有可能在昨天晚上被工作人员重修 每天的雪框不一样,它雪的加速度可能会有少许的不同 所以就算是完全一样的坡,可能也需要从不同的地方开始加速 那么你到了一个坡的前面,你到底怎么知道从哪里开始加速呢? 其中的一种好办法是看看别人是从哪里开始加速的 看看它转了几次方向,然后你和它走同样的路线去跳 这样就能达到和它一样的速度了 从一个坡的侧面,就是knuckle的地方跳出去也是一个感受速度非常好的办法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可以滑到坡的顶端,在最后一个刹车 这样的话你对这个坡的大小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一个跳台或者道具的Landing是公园里面最危险的地方 待在那的话,后面的人起跳前是看不见你的 跳完之后可能会落在你的身上 所以永远不要在Landing的地方停留 如果你跳坡之后摔倒了,就算很痛也要马上离开 避免后面的人跟你枪撞,一到安全的地方再休息 同样的,如果你在准备跳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人摔跤了 先别急着跳,它可能痛得一时半会儿起不来呢 给它多一点点时间,等它再次出现在你视野范围之内之后再开始跳 如果你看到有人受伤了无法离开的话 请示意后面的人先别跳,有人在后面受伤了 在等救护人员来的同时,可以把板横在坡的中间 表示这个跳台暂时关闭 如果你看到双手交叉的手势 代表有人在后面摔倒了不能跳 双手举个头顶代表安全可以跳了 在每次坐下休息之前,再往后看看后面的视野是否开阔 如果后面的情况一览无遗 那你坐在这里就是安全的 如果你看不见后面,说明后面的人也看不见你 那你就不能在这里停留 滑雪在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一定要遵守以下几点,你将遗受伤的概率 第一,首先要练好滑行 熟练的滑黑道以后再进入公园 第二,佩戴护具可以有效的避免受伤 第三,适当的挑战自己,但是不能离开你的舒适区太多 第四,每天都一定要热身 在跳坡之前要确保你能了解坡后面的情况 第五,不要在Landing停留,以避免相撞 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滑雪的时候不要受伤,玩得开心